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至今已有400多年歷史 1874年曾因火災而重建 聖堂旁的鐘樓改建為聖物補庫 展出澳門教區的物物 而現在已成為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 考考你 玫瑰聖母堂填身用甚麼建築材料搭建 答案是A 木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